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的亞洲型 一方面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 另外一方面捍衛台海 而且直接正面回應 一旦中國清台 美國會用軍事保衛台灣 這裡頭也打破了外界認定的戰略 模糊的戰略 而在台海的戰爭上面 美中直接針鋒相對的同時 拜登出訪亞洲的行程當中 末日專機全程根基 然後四大航空母艦壓在西太平洋 同一時間在西太平洋的核潛艦 還給ABC直接上去拍一個獨家新聞 好所有的美軍大部隊的集結 在西太平洋的同時 這一回合為了瞄準中國跟俄羅斯 美韓也擴大了軍事的部署跟合作 當然在中國方面傳出來 一方面廣東進入全面備戰台海的處境 另外一方面二十大之前的政治經濟 也可能轉化成軍事的壓力 而同一時間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是 這一次的印太經濟架構 從地圖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回合昨天晚上 拜登跟岸田召開國際記者會的13個國家 通通都是圍堵中國的周邊國家 其中最重要的新的核心包含了印度、越南 跟印尼替代中國的世界工廠 這背後當然也會影響全球經濟新的戰局 不過同一時間也因為台灣 並沒有在這13國之列華爾街日報 過去相對親中親拜登的 今天直接專門批評拜登 說拜登犯下大錯 而且這個印太經濟架構沒有台灣的話 那恐怕前景不妙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是財產專家謝陳彥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我剛講這個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昨天公開記者會上列入13個國家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環節是 印度、越南跟印尼要直接替代中國 不過華爾街日報事實上直接批評拜登犯下大錯 因為上個禮拜美國國會五十多個議員 直接聯名聯署希望拜登將台灣 納入第一階段的印太經濟架構名當當中 而事實上顯然拜登的決策並沒有這樣做 好賬號昨天晚上拜登跟岸田的公開記者會上面 直接宣布13國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簡稱IPEF 從地圖位置來看這13國當中 除了日本、韓國、印度之外 其他的成員國通通都是東協、東盟的重要核心成員國 而且擺明了事實上就是沒有中國 然後另外一個全世界也觀察討論的是 事實上也沒有放入台灣 沒有錯 因為拜登這次亞洲行程其實講白話 就是圍堵中國的行程 圍堵中國行程當然不會只有經濟 會從經濟圍堵軍事圍堵還有科技方面來圍堵 目前的經濟看起來圍堵就是我們看這個印太經濟架構完結談 那軍事圍堵就是美日印澳的四方會談 那科技呢我晚一點也會跟大家聊 叫做美日韓台的四方晶片聯盟 第一個先講經濟部分的印太經濟架構 這個印太經濟架構由美日韓、紐澳、印度、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 還有汶萊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我先講單就所謂人口佔世界的六成人口 然後呢如果佔GDP的話佔世界四成的GDP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規模的 可是大家普遍看到的一個重點是說 它除了有所謂的談GDP 談經濟規模之外 還特別強調六成人口 六成人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越南、印度跟印尼 當你跟中國鬧翻的時候 從所謂的離岸製造變成有岸製造 你需要找到一個更大的市場 跟更大的世界工廠來代替中國過去的份額 當然對他們國家來說是起飛的一種可能 但是有沒有發現少了台灣 所以呢對於華爾街日報來說就說了 對於印太經濟架構沒有納入台灣是犯了一個大錯 為什麼呢對這很好理解 你不管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 從經濟的角度從科技的角度 台灣當然有資格進入到這個所謂的印太經濟架構裡面 那到底為什麼沒有呢 我個人認為一部分是來自於是 我們可能在美國另外一個隱形的晶片四方架構 就是美日韓台佔有一席之地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當拜登說出了 你要出兵保護台灣的時候 如果連台灣也納入這個印太經濟架構的時候 也擔心會不會過度惹惱中國嘛 但總而言之 拜登沒有把台灣納入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在美國內部包含美國政壇 包含美國媒體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討論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呢 是所謂的軍事上的聯盟要圍堵中國 美日印澳這個軍事聯盟 對於中國來說 過去對於美日印澳這樣私方會 他們是非常非常不屑的 那時候王毅還說 這種所謂的美日印澳的這種私方聯盟 他會像是太平洋或印度洋上的泡河 爆炮忽然就消失了 可是你看喔 隨著拜登來到了這個韓國跟日本 隨著拜登發言說 華盛頓如果中國打台灣 華盛頓會進行軍事干預 隨著包含大家協助澳洲去做核子動力潛艦 你會發現這私方會場 對於中國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了 那這個壓力越來越大 大家會先問一件事 拜登講說如果中國打台灣 華盛頓會進行軍事干預 是真的假的 常常有人說你這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迷糊 迷糊是拜登講錯話 可是問題是拜登已經講過三次同樣的話 今天是第三次 2021年8月的時候 拜登接受ABG的專訪也講過類似的話 2021年10月拜登參加CNN的四名大會 也講過同樣的話 所以你可以說拜登跟國務院在唱雙簧 也可以說黑白一點 可是拜登確實已經第三次講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你很難說他是失言 那布林肯也有趣 布林肯說本週26號會公佈 拜登政府新的中國政策 欸這很有趣喔 這個中國政策我們一定要密切觀察 到底內容是什麼 不過現在看起來 他是說是不會有完整文本 但是布林肯會口頭描述 所以現在整個包含美日印澳的 這個所謂的四方的會談 在軍事上圍堵中國已經成熙了 可是有趣的是有個國家加入 韓國加入 為什麼我講南韓加入呢 因為拜登跟尹錫悦在前幾天碰面的時候 他們竟然做出兩個結論 一個擴大美韓的聯合軍演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怪 因為過去在文在寅時期 他對於軍演第一個是擱置的 有兩個大矛盾 第一個是軍費 因為美國要求地方負擔更多的軍費 日本跟韓國 日本買單韓國不買單 第二個很敏感叫做暫時指揮權 就打仗的時候韓國的指揮官到底要由美國人來當 韓國人來當 這件事是瞧不容的 可是當拜登跟尹錫悦說 未來我們要擴大軍事軍演的時候 表示軍費韓國願意買單 暫時指揮權願意交出來 所以馬上就討論 他會在韓國的南部部署美軍的戰略資產 那這個韓國南部部署美軍的戰略資產 先定義什麼叫戰略資產 1.潛艦 2.韓母 3.轟炸機 那我要問 韓國的南部部署的潛艦韓母跟轟炸機 是對付北韓對付中國 當然是中國 對啊當然是中國因為在南部 你這樣背著38度限制 才是對付北韓 所以這個軍事同盟加上韓國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成型 另外一個我剛談完了經濟的包圍網 軍事的包圍網 現在談科技的包圍網 拜登在亞洲的第一個行程是在韓國 在韓國的第一個行程是去看三星在平折的半導體工廠 你就可以看到拜登在對於晶片有多麼多麼重視 所以現在傳說有一個叫做晶圓四方聯盟 每日韓台缺一不可 為什麼每日韓台缺一不可呢 關鍵很簡單 台灣跟韓國擅長的是晶片製造 我們3奈米2奈米1奈米不斷在攻克 而日本重點是半導體的材料跟設備 包含晶圓、光刻膠、光刻意等等 日本是強項 那美國呢 美國當然就是負責買單了 所以其實台灣在整個軍事、經濟、科技的包圍中國網裡面 不是沒有角色 是有角色 他在亞洲第一個行程是在韓國 而在韓國第一個行程是看晶片 所以現在整個包圍網已經成形了 也正面解釋為什麼拜登這麼重視整個亞洲 因為俄乌戰場其實不需要美國過多介入 英國跟烏克蘭就可以把俄羅斯把它簽證出 現在美國的戰略目光已經來到第一島鏈的中國 好 那我請教明老師 拜登的亞洲行整個戰略的焦點確實是中國 那這裡頭有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全方位的圍堵 那特別他昨天正面回應 如果中國武力侵犯台灣 那美國有承諾會軍事保衛介入 這個回應引發國際間廣泛的討論 對 這一次他來亞洲引發了國際上很大的關注 一方面是他上台以來第一次來到亞洲 第二就是在俄乌戰爭跟美中全面對抗的氛圍下面 他來亞洲幹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明面上來看他們美國宣布我們有三大目標 第一就是美日韓的關係要深化 第二要推出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第三要開這quad四方對話 這是明面上說的三件事情 但是在過程當中不小心跑出第四件事情 就是你剛問的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那麼拜登說我會軍事上回應 這是第四點 所以把這四個加強 我們就看到第五個話題跑出來了 就是剛剛正好說的 其實整個是針對中共而來 它是打造一個包圍中共的一個圍堵圈 或者說遏制圈 這是我們過去幾年來一直跟大家提的 美國正在打造一個全球反中共的大同盟 而這個反中共的大同盟 它的另外前台詞就是 環繞著台灣的安全問題而來 所以這五件事情說起來就是它整個的目標 我們先看第一個 美人漢關係深化 美人漢關係深化 當然剛才正好提到 它參觀了三星 然後見了新任的總統尹序 雙方發了聯合聲明 雙方宣布我們要調整印太戰略 要擴大合作 從經濟 軍事各方面擴大合作 講明了兩個目標 一個是威責北韓 然後一個是維護亞太的自由開放 但是底下加了一段話 我們要維護共同價值觀的 共同安全與繁榮 維護印太基於規則的自由和開放 這些話就是過去針對中共講的話 就這幾年來 美國不管是過去川普時代的後期 還是拜登上來 基本上都是這麼說的 好 那麼這麼說呢 他們還加了一句話 作為地區和平與繁榮的關鍵 我們美韓同盟遠遠超出朝鮮半島 還怕你沒聽懂 告訴你我們超出了朝鮮半島 反映了我們對全球民主經濟 跟技術領導的什麼關鍵作用 好 那這個已經很關鍵了 然後拜登到日本的時候 跟岸田又講了一段話 也發了聯合聲明 這個我們等會再說 但是重點是 岸田說我們希望你這個 美國的核保護傘能夠延伸 然後延伸下去 它叫做延伸威則 到什麼程度 大家沒有講清楚 但是呢 美國過去說過這段話 美國說我們對於這個日本安全 必要時得動用美國所有的力量 包括核武在內 現在在美國講完之後 岸田回答 再要請你再講一次 就是我要確定 在俄乌戰爭的氛圍下面 在中共可能打台灣人 同時也可能打我的情況下 那麼你的這個 核保護傘到底來不來 所以美國必須重申一次說 我一定來 這些話呢 誰會對我們回頭看 誰會對日本發射核資武器 兩個國家 中國俄羅斯 一個是北韓 北韓 俄羅斯的可能性可能 還小一點點 會啦 但是比較小 但是中共可能很大 中共不是為了打日本 而打日本 中共是為了打台灣 所以去對付日本 所以日本在講這句話 等於是把這個未來的幾個前景 先告訴你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如果我日本兩個插刀跳進去了 然後幫台灣打仗 然後中共又核武威脅我說 那你得來幫忙 所以拜登再說一次 好這些話說完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件事情 其實呢 美日韓的關係是大大拉近了 大家知道過去 日韓的關係呢 一度緊張 現在韓國呢 我們就要問幾個問題 第一 是不是正式參加澳英美同盟 第二 是不是正式進入四方會談 第三 是不是正式要參加五眼聯盟 也就是三四五南韓會不會參加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時間問題 大概不是會或是不會 而是時間問題 大家設想一下 中共現在面對了這種國際處境 如果南韓這麼一個強大的經濟 軍事跟科技的一個國家 現在參加了三四五三個聯盟 三個同盟 你覺得對中共的威脅有多大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題目 第二題目就是印太經濟架構 剛才正好也簡單提了一下 一共十三個國家現在進來了 這是去年十月份 拜登在東亞峰會上講的東西 當時大家以為說 他只是說一說 我們當時也問了 他到底想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印太經濟架構 我們想你不玩TPP了 然後剩下一個CPTPP了 然後你又說這又不是一個自由貿易 然後又不是什麼東西 那你到底是什麼 所以推出印太經濟架構的時候 中共當時非常關切 中共立刻開罵 中共上層到下層 包括很多學者呢 各位在網上看一下 真的是直接開罵 罵得非常凶 等一下我再說他們怎麼罵的 我們倒回去五天 就是5月18號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長呢 Ramondo那位女士 他講 美國跟歐洲要共同努力 來調整我們的技術標準 來符合我們的民主價值觀 來對抗中共和其他非市場經濟國家 不斷上升的影響力 他這段話呢 就是把這個IPAT的這個背景 其實說清楚了 我們要打造一個民主的生產鏈 或是供應鏈的同盟 其實說白的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 中共呢 在其實拜登的話風一露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批評 之前呢我就不說 就說這幾天的 這幾天呢 新華網跟人民網 有一天的頭條講的是 拜登訪韓日搞小圈子 又有新畫樣 這新華網跟人民網 這最大的 然後中國新聞網 拜登首次亞洲行 將訪韓日 韓國和日本各懷心思 必須挑撥一下 然後環球時報說 更露骨了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 針對中國的挑釋之旅 講白了 環球時報呢 一向是最尖銳的 他就把他最生氣 最關鍵的一點 就當著標題講出來 好 那麼中共的學者 怎麼說的 有人講 這個印太經濟框架呢 是美國主導的經濟小集團 有三四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 意識形態先行 沒有錯 我們一開始就講 美國在打造一個 反中共的大同盟 而這大同盟的背後 就是價值觀 就是意識形態 所以這批大陸學者 很明白講 意識形態先行 具有明顯的價值觀色彩 這是第一點 第二 針對性強 明確將中國排除在外 我先提醒各位 這個話是幾個禮拜前講的 也就是拜登還沒出發 很多東西都還沒有 真正摊在檯面上 中共把各種新聞拼起來之後 拿一些蛛絲碼去看 他已經看到第二點了 第三 封閉性跟排他性強 參與的成員國 會是美國精心挑選的對象 也蠻有道理的 第四 鼓吹在供應鏈上 與中國脫鉤 這句話是關鍵 所以第二句話排除中國 第四句話 在供應鏈上跟中共脫鉤 這兩句話是核心關鍵 他們看的還算挺準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的亞洲型 一方面拉攏日本韓國 另外一方面推出13國的印太經濟架構 這裡頭圍堵中國跟中國經濟 這一個直接脫鉤的布局非常的明顯 那還有就是正面回應台海的問題 過去日本方面一直呼籲拜登希望戰略模糊的 這一個策略可以調整成戰略清晰 而昨天記者會上拜登的回應 yes很清晰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等會再說 我認為他的yes還是有條件的清晰 也不是全然的清晰 我們回到剛才講的iPad 也就是這個經濟架構 印太經濟架構 他們現在還沒有公佈 但大陸在早先看過去美國方面發表的這些文字 跟蛛絲馬跡 他們有人注意到一點 說這個框架 就是這個新的印太經濟框架 有一條叫做協調出口管制 什麼叫協調出口管制呢 他們的解讀是限制成員國向中共出口敏感產品 這話可能有道理 所以前面的解讀是 把生產鏈從中國大陸擠出來 然後擠到這幾個國家去 當時怎麼能相比呢 可以相比的 中國大陸人口有多少 號稱14億出頭 對不對 印度多少人 13億 越南多少人呢 將近1億 這樣就14億了 印尼是多少人呢 印尼是2億7千萬 這樣就差不多16 7億 所以你以人口總數來說 絕對夠多 現在問題只是勞工的素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當地的這些文化 生活文化 能不能配合美國的這種 企業生產方式 然後第三 當地人的教育水準 就是說勞工水平 敢不敢的上中國大陸的勞工水平 所以這幾個條件呢 是將來大家要考慮的 但是如果說美國 真的要用力往這邊推的話 這些大企業之後受不了 他必須得出來 所以剛才講 這個你看到那個女記者訪問的時候 女記者講 他就要逼迫這些大企業 調整他們的這些佈局等等 這句話呢是有道理的 所以各位再往下看 好那現在就來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台灣 第一呢不要激怒中共 第二就是 他對台灣呢一定另做安排 華爾街日報說 他犯了重大錯誤 因為沒有包含台灣在內 對表面看是沒有 是沒有包含台灣 是犯了重大錯誤 大家都知道 美國對台灣的半導體依賴 佔美國自己的六成 所以他不可能把台灣排除出去 問題是用怎麼樣安排 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幾天我們的立法委員 去問這個經濟部長王美花 或問什麼 我們的部長我們的官員答話呢 都老心在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說這個東西可能會別的安排 可能會怎麼樣 然後蕭美琴在美國也講了一段話 大家把這話拼起來就曉得 還有一陣子前陣鄧正宗 又跟戴琪通過話 然後也談了這些貿易跟合作的問題 所以把這些拼起來 我們大概可以合理猜測 美國事先已經跟台灣交了底 你們這一輪進不來 但是我們會對你做其他的安排 那現在呢 是因為我已經沒把中共擺進來了 如果不把中共擺進來 就把台灣擺進來的話 那刺激太大 所以我乾脆兩個都先不擺 後面呢 我這樣別的事情慢慢安排 我們的這個關係絕對不會斷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我剛剛講說 這個另做安排 這個另做安排一定是 美台之間的一對一的安排 我們常常講 一個和尚挑水吃 兩個和尚抬水吃 三個和尚沒水吃 大家都以為說 參加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同盟 是很安全的 其實不是 最安全的是 你跟世界第一強國 單獨結成一個同盟 這個保證 這個保證力是最大的 這在歷史上看呢 屡事不爽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台灣都不用太過擔心 大家往下看了就明白了 美國不會傻到 在這麼大重不重要的問題上面 把台灣排除出去 他只是現在做一些步驟上安排 那現在算是台灣問題 我們前面提到 如果這些安排 基本上是針對中共來環繞台灣的話 我們在這次 在這次拜登的亞洲行 已經都看到了 他在跟韓國 發表這個聲明的時候 剛有段話沒有讀 他們講 兩個人 就是拜登跟尹熙悅 兩個人自力維護 國際法所保障的 和平穩定合法 跟不受干擾的貿易 包括什麼什麼 然後特別強調 維護台灣海峽 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是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重要因素 大家記不記得 文在寅在上次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在聯合宣言當中 沒有講這個話 他們是在記者會上講的話 現在是聯合宣言講的話 也就是尹熙悅 對這個問題 至少白子黑字表態了 他比文在寅要白的 要再強 然後在日本的地方 美國講得很清楚了 就出現你前面問的問題 記者問說 如果中共打台灣的話 你美國怎麼樣 拜登說 yes 我為什麼講說 這yes是有條件的yes呢 你回頭去看一下 你覺得 美國對台灣支持 會一路走到底嗎 應該不會 為什麼不會呢 我們認為 對美國來說 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 對他而言最安全 但是戰略模糊呢 不是永遠模糊 就是我其實最後是模糊的 但是當威脅太大的時候 我偶爾清醒一下 我偶爾清醒 我提醒你 我出兵的可能性是在的 至於到時候會不會出兵 你不能說我會出兵 我就一定出兵 然後我說不出兵 我就一定不出兵 都不是 我只是適度地表達一下 我是擔心你 你會誤判 因為我們大家都以為 俄國不會去打烏克蘭 前面的話也講得很白了 結果你竟然去打了 表示俄國誤判了 而我們多少也誤判了 俄國的動機跟目標 現在我要明確告訴中共 讓你中共不要誤判 所以我現在講一下 講完之後 就像剛才示範說的 然後白宮出來又圓一下 白宮出來又圓一下 是 我現在是清晰了 我再說一遍 我現在是清晰了 但是白宮就說 我政策沒有變 所以說來說去 核心是什麼呢 核心是雙重嚇阻 也就是我既嚇阻中共出兵打台灣 也嚇阻台灣冒進走上台 總而惹得我去跟中共打仗 所以雙重嚇阻還在 戰略模糊式 偶而基本模糊 偶而清晰 基本模糊偶而清晰 只要中共的姿態降低的時候 我就回到模糊 這對美國來說是最安全的 所以這些觀察呢 我為什麼說是有條件呢 就這個意思 那現在看起來 那美國的台海政策 有沒有什麼變動呢 有小的變動 但是變動呢 我得提醒大家 有限度 然後雙重嚇阻還在 美國對中共的態度呢 基本上還是文鬥 但是不走到無鬥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亞洲型的同時 一方面呢 包含末日專機跟林肯號 都在日本周圍 另外一方面呢 四大航母也還在西太平洋 而還有一個外界觀察的重點 是ABC的這個新聞 獨家上了美國非常神秘的核潛艦 好 明杰剛剛看到的是ABC記者 直接進入緬英號的美軍的核潛艦 那直接拍攝 那目前為止這一艘核潛艦 也在夏威夷附近 整個西太平洋 現在真的是美軍重兵集結 對 確實 美國海軍非常罕見曝光 其實這一型二亥二級的戰略核潛艦 它是攜帶核彈頭 可以說是現在目前全球最強的核武 那這樣的一個內部的一個狀況 像首度 其實不能說首度 可能過去有 但是非常罕見曝光 因為它已經是最高等級機密的 這樣的一個武器 那過去其實像我們的 過去軍事採訪經驗 要去採訪潛艦都很困難 那更不要說像美軍 它這不是這個洛杉磯級 或者維吉尼亞級的這個核攻擊潛艦 而是搭載這個非常多 這個可以潛射的三叉戟二型 D5這樣這個潛射彈道飛彈的核潛艦 那這一次公開畫面 其實我們看到 它內部包含像其實很多的艙間之外 其實內部最敏感的 剛剛如果看到有橘紅色 那一根一根類似管子的 那垂直發射器 那個就是2-22級裡面 最強大的武器的發射管 也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像這2-22級 目前美國海軍有14艘 本來18艘 中間有另外有4艘改成 搭載戰斧巡运飛彈 那屬於SSGN 那這一型還有24枚發射管 它搭載的就是三叉戟 D5-22型 那剛剛畫面上 這ABC的記者講到說 一般來講可以搭載20枚 其實最多可以到24枚 而且它每一枚還有10個分導彈頭 也就是說一艘這樣2-22級的核潛艦 如果它的一個總數 這個核彈頭總數可以高達240枚 我們用最少的這個 算是比較低核當量來算 如果一枚用這種所謂W76-2 10萬噸等級的核當量的核彈頭來講 基本上一艘這樣的2-2級的核戰略潛艦 就可以發揮幾乎是2400萬噸 這樣的核當量的威力 這是什麼概念 當年投在日本廣島的原子彈是2萬噸 2400萬噸是等於它1200倍之多 也就是這樣的一艘2-2級的戰略核潛艦 就可以這個摧毀將近像廣島 這樣子1200個都市的威力 非常的可怕 那這樣的一個莫大的核潛艦 其實基本上你剛剛看 長度非常長170公尺 在上面走都要花點時間 那水下的時候 大概可以到達1.8萬噸的這樣的一個噸位 那除此之外 當然我們剛剛畫面上看到 它罕見曝光 因為它在演練一個發射核彈的這個過程 而且這程序 你看到上面其實是一個女少衛軍官 很年輕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核武管制官 那他們必須要兩個人 在這個等於說2-2級核潛艦 這一艘SSBN-741的免英號 收到包含像空中這個 我們先前談的16B核戰的通訊指揮機 然後從這個14B的這個 譬如說美國總統拜登在上面下令的指揮 或者是從這個Nuclear Football 這樣的一個直接發射 所謂的核武命令之後 那他必須跟另外一名共同來比對 這個密碼是不是正確 然後去開啟 畫面中也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箱 裡面拿出兩把鑰匙 而且兩個人同時要轉動 然後才能啟動 最後這一個核武的一個真的打擊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非常的 過去來講是高度的機密 那現在為什麼都要曝光 那當然當然很明確 我剛剛講到媒體要登上 所謂的核潛艦採訪都很困難 更何況是這種所謂的戰略核潛艦 那背後當然有官方要刻意 這個洩出或者是說 宣誓美軍核武戰力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等於說剛好 先前我們看到在俄武戰爭中 你看普帝不斷的這個試射 少爾瑪特的這種 所謂洲際彈道飛彈也好 在紅場閱兵 就把這亞爾斯的洲際彈道飛彈也拿出來大秀 那拜登要訪問南韓前 北韓一度嗆說要進行核勢報 那更不要說中國的這個核武也在加速發展 所以這樣的一個戰略核潛艦 而且剛剛特別談到說 他的位置在夏威夷海域 其實在這個地方三叉戟二型D5 這個他的射程到1.2萬公里 其實就可以直接打擊這個中國的本土 所以這樣的一個核威責的一個目的 當然非常的明顯 那除了像這樣的一個罕見對外曝光的 這種核戰略潛艦的一個透過媒體來公開 美軍的核武的一個這個強大的戰力之外 最近像BBC也有一則報導 中間也在探討 而且特別記者到了這個橫順鶴港去拍攝 那去談說過去幾十年來 那維護西太平洋和平穩定的第七艦隊 未來的角色似乎已經開始在轉變 那特別是他用了一段畫面 還看到說先前去年的時候 美軍的F-35B從嚴國基地出發的F-35B 垂直起航戰機 直接降落在日本的初雲號 這種直升機航母 其實已經改成所謂真正的航母 上面他說是過去七十年來 是首度這個出現 因為這是過去來講是不可思議 也不會想像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 也就是美日從二戰的時候 本來是從現在變成是重要的軍事盟友 除此之外他到很虛惡看的時候發現說 日本現在最新打造的最上級的 這種逆中的這個巡防艦 要打造二十二艘之多 那同時看得出來 最近日本一些發言 似乎也悄悄在轉變過去 強調所謂的和平主義 那這個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背後都是因為中國的軍事威脅 越來越大 那他引述了這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說法說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確實外界都擔心下一個 有沒有可能是中國會侵犯台灣 所以這樣的一個第七艦隊 現在其實先前我們談到說 已經爭掉五艘最新的這個F2A 或F2的這一個伯克級的神盾艦之外 那認為說未來的部署 可能也會因為中國的威脅有所改變 特別是他也提到說解放軍這幾年的武器打造 其實不是已經單純只是為了這個入侵台灣 而是把美國跟日本的目標都放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談到包含像東風21 中國的媒體直接稱他叫沖繩快遞 東風26直接叫關島快遞 其實這樣的說法非常的挑釁 所以當然美日都感受到這樣的威脅 當然要聯合共同來這一個 對整個台海情勢 甚至中國加大這個嚇阻的力量 不過他也特別帶到這一次拜登訪問日本 每日高峰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原因跟目的 他談到說這一次其實真正的這個雙方 會面的一個重要意義跟價值 就是要討論如何讓中國能夠清楚了解 如果他今天用武力的方式 來侵犯台灣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面臨跟普丁入侵烏克蘭一樣的 慘痛下場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亞洲行 在力推印太經濟架構的同時 在美國內部最大的議題是通膨跟經濟衰退 好陳妍剛剛看到的是拜登在回應 美國經濟未來是不是不可避免陷入衰退 沒錯你看看他點名了幾個重大的 國際的一個大廠像現代啊三星等等 包括豐田都到美國設廠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工作機會 包括在電磁技術的部分 也有100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他說沒有沒有這個問題 甚至在跟岸田文雄的這個聯合記者會上 問到民眾要不要為這個做準備 他說不用 那我相信整體來看確實失業率 現在還是相對穩定的情況下 這個部分確實有可能40年來的增速 像拜登講的會超過中國了 那當然現階段還是有個問題 我們必須去面對就是通膨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包括原物料價格 石油價格等等的高漲 這個部分確實要解決 也確實我們看到美國從中國進口 佔他整個比重是達到20%以上 所以他勢必要在中國關稅這個部分 去做一些適度的一個調整 甚至我們看到財長葉倫也支持 在中國關稅的部分去做一些調整 主要我覺得還是要解決通膨的問題 但是中美之間的一個貿易的一個制衡 並沒有消失 這個我特別提醒一下 那當然就通膨跟我們剛才講到 經濟成長部分市場還是擔心 所以我們看到美債殖利率是持續散漲 但是最近有一些些微幅的壓迴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就是因為股市的大跌 大家把部分的資金轉去這個美債了 讓他稍微 美債殖利率稍微掉下來一點 表示美債價格稍微上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在這個持續升息的一個環境之下 美債殖利率應該還是能夠 持續維持高檔 為什麼 我另外一個證據跟大家分析的 就是美元的部分 因為美元已經衝了20年新高 達到104喔 那大部分華爾街的專家也在講說 美元在未來三到六個月內 還是不太容易大幅度的修正 其中我去觀察一個叫做 機構的大額交易人 他在期貨的部位 其實目前對於美元的多單 還是持續在增加 所以我覺得未來美元應該 持續強勁 那這一波其實亞洲股市 也面臨到比較大的一個修正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去觀察 當然中國跌的很慘 我們在節目中都有談過 可是有兩個區域 一個是新加坡 另外一個是印尼 其實股市的表現是相當好的 那我覺得這中間是不是也因為跟 中國的連結性相對比較少 還有包括他們有原物料啦 還有金融服務所造成帶來的 那像新加坡 今年還漲了3.3 相對來講是比較強的 那最近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就是外資的一個資金的一個流動 近期來講外資4月份賣出 這個中國的債市人民幣計價是1080億 連續三個月淨流出是2350億人民幣 持續的流出 而且在金融資產的部分 因為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資產 已經減損前三個月 減損了1500億美金 所以已經淨流出了3000億美金 這個部分是在加速流出 表示大家對於中國的資產的一個 不信任度 那最近我們在看到 整個中國的一個外貿的狀況 確實因為疫情啊 因為俄污戰爭的部分 確實有受到一些影響 工程啊 平工啊 都受到影響 確實受到影響 那大幅度的一個折疊 但是像這一個越南的部分 卻反而是大幅度的一個上升 那這個就是一個訂單 一個轉移的過程 那從中國移到整個東南亞去 那技術上各方面 我覺得也有成長了 就東南亞的部分 整個技術的一個世代 也大幅度的增長 那我們也發現說 最近這個啊 這個中國的一些公司的一個債務 還是相當的不平靜 我們先講這個花樣年 花樣年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他是很有代表性 曾慶紅家族 而目前在掌控花樣年 這個控股的是誰 曾寶寶 那近期他們已經賣掉債務 45億就為了償債 那也因為這個年報角不出來 被停牌 然後甚至被降平 那我們就發現說 中國企業違約的部分 債案是240億的民幣 那離岸是多少 148億美金 等於是說本土的出問題 海外的更嚴重 這個部分一定會帶來一些影響 那所以最近我們也發現 就是裁員 我們之前也有講嘛 哔哩哔哩啦 鬥魚啦這些都在裁員 但是既然連大的公司 像這個美的這個家電 他預計三年要裁員50% 今年可能要裁25到30% 當然他們老董有跳出來駁斥啦 說我們沒有要裁那麼多 你們不要誤會 但是我們確實是要做一些事物的調整 從這句話看起來 確實企業的寒動應該是來臨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拜登直接在這一個國際的外交記者會上 正面回應台海的同時 事實上台海的這一個關係 確實進入了一個軍事的緊繃 而且至少這個媒體傳出來 廣東也直接進入了暫時準備 是沒有錯其實你會看到說 近期中國國內的氛圍其實也很詭訣 除了動態清零跟經濟開放之間的對抗之外 這個自媒體路德社他也透露出 這個一段錄音顯示出廣東正在召開 所謂的戰前的聯合部署會議 那這個所謂戰前聯合部署會議 以他的錄音的披露出來 至少廣東軍區的司令 廣東軍區政委廣東這個省委書記 廣東省長等等 都有去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重點重點就是剛剛提到的 基本上在如何部署廣東從平時體制 進入戰時體制的一個狀況 就是平戰轉移如何去進行 那你要在這個時間點去部署 戰時的體制 這目的就顯得很詭異了 那特別裡面還特別提到說 可以把過去兩年這種所謂 動態清零封城的這種方法 在戰時的時候轉變成 是所謂社會管控的方法之一 那你等於在做這種備戰的演訓 看起來是這樣的情況是很明確的 就是說我剛剛講 在這個時間點做這東西 原因是什麼 幾種可能第一種是這個所謂台海 真的這種壓力很大 讓這個廣東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平戰轉移的戰時體制會議 而且專家也認為說 如果廣東有這樣子的東西披露出來 那其他各省份可能也會有 這是一個狀況 就平戰轉移的部署跟訓練 跟準備 第二種狀況是不是二十大之前 習近平更希望透過這種所謂的 軍事部署的方式 用密集的掌控這個相關各地的金權 以預防解放軍中間有所浮動 我覺得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要起到說解放軍最近的動態 看起來對習近平的效忠表忠 又這個更進一步 除了我提過5月15號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突然間跑出來 說我們要效忠這個軍委主席負責制之外 在5月22號解放軍報又出現了一篇 有關於這個所謂的 黨史教育的意見 那很長 但是這個意見 理論上黨史教育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裡面提到五個下功夫 其中五個下功夫裡面提到兩點 第一個 要對於習近平的強軍思想要下功夫 第二 對於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要下功夫 黨史教育下這兩個功夫幹什麼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解放軍報把它放在頭版頭 特別去彰顯說 軍隊對於習近平的支持 如果把這個東西放在前面 我們提過一系列說 是不是所謂習派跟反習派 這個清零派跟開放之間的 這種鬥爭拉扯的時候 你會看到解放軍軍方 好像是在壓保習近平這一邊 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未來這個專家也認為說 如果習近平就算二十大順利連任的話 他經濟狀況的表現可能會導致中產階級的反撲 這個是英國的相關的中國專家 Carrie Brown 他所提出來 他認為說看起來二十大連任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這種清零的政策繼續下去 而導致中產階級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失 沒辦法保持中國的經濟動能 可能就算你連任還是會被黨拋棄 被人民拋棄 所以看起來我剛講經濟派跟清零派之間的對抗 他還在持續的進行 而且恐怕會一直延燒到二十大去 不過習近平恐怕想的不是這個 習近平想的可是二十大 我怎麼成就成為更偉大的 這個政治人物更偉大的領袖 所以現在傳出來 習近平正在思考 十九大的時候他成為黨的核心 二十大怎麼樣努力成為黨的領袖 領袖這兩個字在中共的黨史當中 只有一個人用過叫做毛澤東 其他的鄧小平等等都沒用過 所以習近平如果真的順利在二十大 這個政治報告或黨章當中 把他放進去所謂偉大領袖的概念的話 他的地位當然就跟這個毛澤東 皮頭皮頭並進的一個狀況 而且不只這個 如果你要成為領袖 你一定是單獨領導 所以習近平據傳也在努力的 試圖要改變現在的總數據制 改變成黨主席式 維持他的單一領導 這時候他既是偉大領袖 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 這就符合他未來繼續掌權的目標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相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相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都是在IG臉書 推特 推文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